万万没想到 原神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原神与国的感觉各不相同 但是很赖了 玩家的整个成长阶段 蒙德 儿童期 目前剧情就像宝宝巴士一样 简单明朗 打败蜂魔龙挽救蒙德危机 并且击败控制蜂魔龙的深渊教团 世界任务同样非常简单 适合蒙星上手游戏 就是人类成长的儿童期 一夜 少年期 在灵月中央的剧情 就是准备联合灵月仙人和七星 一起合力打败上古魔兽 这直接展现了 合作共赢 维护正义的少年友情 道妻 叛逆期 主角来到了道妻 先加入了反抗军 成为了小队长 反抗道妻雷天将军的统治 多多就是一个少年叛逆期的表现 反抗军数的力量 你又不听话 像极了一些初中叛逆期的黄毛小子 虚米 求学期 度过叛逆期 来到了充满知识的虚米 必须在这里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 尤其是森林书 沙漠书 古哈哈的做任务读书 这想不想进入高中时期 来到充满知识的学生党 封丹成人期 来到封丹之后 发现这里有很多成人世界的黑暗面 贩毒 谋杀 拐卖 下毒 谋财害命 面头等等 在封丹明白了 正义国度的阴面 成人世界的灰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